耸哥怀疑家里有鬼 所以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当他观看回放的时候 直接被吓傻了 录像中一个诡异的人影 静静地站在他的床前 更可怕的是 他发现那个人影 随后走进了后面的衣柜里 就在此时 耸哥身后的大门缓缓地打开了 第二天邻居家的孩子 来到耸哥院子里捡球 小孩喝了一口水 就听见屋里传来耸哥暴躁的声音 那咆哮下的孩子连忙跑了出去 然而下一步 一辆大巴车飞驰而过 男孩当场死亡 诡异的是在下葬的第二天 竟然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警方判断有可能是母亲 接受不了孩子的死亡 偷偷将孩子挖了出来 但细心的法医发现 孩子的手指上有明显的磨损 显然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将孩子的尸体装进冰箱 决定将那孩子用汇迷土埋回去 但突然 与此同时 隔壁的女人突然发现 下水道传来怪物的嘶吼 她赶忙告诉了丈夫阿强 阿强听后以为是隔壁邻居装修的声音 可当天夜里熟睡的阿强又被隔壁的撞击声吵醒 忍无可忍的他冲到了邻居家 可不论他怎么呼喊 总之就是不见回应 阿强回到了卧室 可撞击的声音再度出现 这次竟然是从自家厕所里传来的 他走进了洗漱间 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他崩溃 整个厕所到处是血 而先前的碰撞声 正是漂浮在空中的妻子撞击在墙上发出的声音 第二天 阿强被关进了警局 灵异专家没相信他并不是凶手 但警方那边需要确凿的证据 他们让阿强回忆一下 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 阿强立刻想到隔壁邻居的那个小孩 还有那个一天到晚传来撞击声的邻居 同一地点出现了三场灵异事件 显然并不一般 没一行人展开了调查 助手和警长首先有了发现 厨房的刀具竟然被吸附在橱柜上 助手上前拨弄了一下 却被一把餐刀刺穿了手掌 而他流出的血液全部被吸收到了上方的柜子里面 警长掏出了手枪 但打开的柜子里却什么都没有 助手处理完伤口又有了新的发现 明明床底下空无一物 但只要转换一个角度 就能看到一双惨白的双脚 突然法医打开了电话 他看到一个人影就站在他们身后 而诡异的是那个人影只能通过玻璃才能观察到 电话那头传来了法医的惨叫 警长赶忙冲了过去 只见现场一片狼藉 在柜子上有一个鲜红的掌印 警长小心地打开柜门 发现一切正常 但换个角度却发现柜子里传来碰撞声 他直接砸开了柜子 而在里面的法医已经被玻璃扎得不成人形 警长慌忙地找到梅姨 梅姨却告诉他眼尖未必为时 原来那些怪物和他们并不在一个维度上 最开始怂哥装修的时候 不小心打通了两个世界的间隙 而小孩喝了他家里的水就被感染 后来小孩的血迹流到了下水档 顺势进入了阿强的家里 警长连忙问有什么办法解决他们 梅姨只是一笑 警长吓得心脏病发作 点滚带爬地逃回了车上 但转眼被拧断脖子的梅姨追了出来 他赶忙一脚油门逃离了这里 但开到一半还是停了下来 这个事情一旦扩散后患无穷 警长又开了回来 他将汽油洒满了三间屋子 但就在他要点火的时候 却发现火柴点燃就会莫名熄灭 转头一看 原来法医就站在他的旁边 警长吓得魂不附体 赶忙拔枪射击 这下终于引燃了火焰 一年之后 新的调查组找到了阿强 让他辨认失踪的前任调查组成员 阿强却告诉他们 不就站在你们身后吗 阿强却告诉他们